吃着中国的饭砸着中国的锅 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 香港一富商在国内捞金千亿 却扬言不喜欢中国人的身份 为跪舔美国 他扭头就像在中国赚来的钱 捐了两百亿给美国 当被问起为什么不捐给中国时 他表示给中国捐钱是自找麻烦 风水轮流转 他现在又想回到中国继续捞金 中国人能答应吗 又是什么让他做出这种忘恩负义之举呢 这位香港富豪名叫陈启宗 一说名字似乎根本没什么名气 事实上陈启宗也是一位身价 并不属于马云的大企业家 但与退休后投身慈善事业的马云不同 比起在中国捐款 陈启宗更喜欢把钱捐给美国 归根结底 与他在美国长大的人生经历有关 1949年 陈启宗出生在广东顺德 仅仅在当地生活了几年 就随着父母前往美国定居生活和学习 虽然他的父母都是中国人 自始至终没有让儿子忘记了自己的根在中国 但自小到大 陈启宗身边全是美国人 读的是美国的学校 学的是纯粹的西式教育 前一幕化解 陈启宗也几乎全盘接受了西方的思想 而这自然就让他对美国的教育和各种风气 产生了极深的认同感 因为后来他选择将钱捐给美国埋下了伏笔 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时 抛去美国定居生活的 一般都是些有钱人 作为富二代的儿子 陈启宗自小到大 没吃过太大的苦头 他的父母没有因为不差钱 就不重视对儿子的管教 而事实恰好相反 陈启宗并没有被金钱俯视成一个顽固子弟 反而有着超越常人的学习能力 长大后靠自己的成绩考入了位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 这所世界级的高校 曾先后培养出12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算得上是全球最高学府了 在这里陈启宗获得了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 对他和他的父亲来说 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 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继承父亲打下的江山 陈启宗的确没有让父亲失望 成功将企业从香港带到大陆 每年蒸蒸日上 他本人也成为了一位工程民旧的大企业家 按理说像他这样的企业家 在工程民旧后 几乎都会选择为国家社会做些贡献 陈启宗也不例外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陈启宗做出贡献后 反而收获了骂名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终将为他们的愚蠢和傲慢付出代价 在国内捞金千亿 却不喜欢中国人的身份 牛头就给美国捐了200亿 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态 香港富商陈启宗就是这样做的 很多像他一样工程民旧的大企业 都或多或少有过给美国捐钱的举动 为什么唯独这样的陈启宗 会收获国内一片骂名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 他曾经说过的一番话了 陈启宗作为从美国加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又能亲手缔造恒隆集团后来的辉煌 的确有着过人的见识 国内很多知名高校都热衷于请他来做演讲 而他总是欣然接受 却容易在演讲中发表一些危险的言论 比如说 有一次陈启宗接受某高校邀请来做演讲 台下的学生性冲通而来 积极喳喳起来 众多窃窃私语汇集到一起 场面顿时变得嘈杂起来 这让准备演讲的陈启宗感到非常不满 于是在演讲中 陈启宗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想法 当众说出了 我不喜欢中国人这个身份 现场顿时因为这句话 而陷入了长久的安静之中 他讨厌学生们的嘈杂 批评几句无可厚非 没人会因此责怪他 但他将这件事扩大到全体中国人的身份 就有些让人感觉不舒服了 更何况他的这番话 似乎也流露出几分高高在上 透着对中国人的鼻翼 没有人能忍受这种侮辱 在这些时候 陈启宗就算再有名 也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 陈启宗只好解释出 他在美国长大 受那边风气的影响 说话习惯了直来直去 当众说出不喜欢中国人这个身份的话 这是因为他一时没能控制住情绪 他身为富二代 出生没几年 就被父母带去美国生活学习 长大后又在美国考取了工商管理学的硕士 在思维方式方面的确更偏向美国人 但是他最主要的生意 全都集中在中国大陆 赚着中国人的钱 就算更偏向美国 也不该发表这样的言论 很多网友们显然无法接受陈启宗的这番解释 因为从他的话中 人们的的确确感受到了 他对祖国的不尊重 要知道当年他父亲陈曾锡建立的恒隆集团 在长达32年里只能窝居在香港那个小地方 虽然成为了香港最资深的上市企业之一 却依然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若不是由国家政策扶持 给出了大量优惠政策 当陈启宗从父亲手中接受恒隆集团时 面对的就会是 依然毫无掌进空间的恒隆集团 而不是获得来大陆发展的机会 在这样的前提下 人们希望工程拟救了陈启宗 能够在国内作作慈善 也并非过分之举 但陈启宗接下来的举动 却让很多人都感到了愤怒 吃着中国的饭 砸着中国的锅 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 在中国捞金千亿 却不喜欢中国人的身份 扭头就给美国捐赠了200亿 因为这样做就能够光宗要素 身为香港富商的陈启宗 不仅真的这样做了 而且做得理直气壮 2014年9月 陈启宗以自己的名义 通过名下的陈兴基金会 向美国哈佛大学 捐赠了3.5亿美元 相当于23亿人民并 是哈佛历史上最大的单笔捐赠 消息传开后 很多人都吃了一惊 有记者找到陈启宗 询问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壮举事 陈启宗回答说 因为哈佛大学是世界级的顶尖名校 这里的学生也都是顶尖的 把钱捐给他们非常值得 不过陈启宗看上的 也不只是哈佛大学本身的实力 他想要的还有光宗要素的名声 果然他这笔钱的入账 也让哈佛大学激动不已 作为回报 他们还将其中一座学院 改名为哈佛陈桑熙公共卫生学院 让陈启宗父亲的名字 能够永久留在哈佛大学之中 而除了给哈佛大学的捐款 陈启宗还给自己的母校 美国南加州大学和其他知名高校 进行了捐款 有人做过统计 他前前后后在美国的这些捐款 已经高达200亿 哈佛大学和美国人激动了 中国网友们却感到了有些气愤 因为陈启宗捐款用的钱 都是他在中国赚到的 陈启宗名下的恒隆集团 在中国捞金达到了千亿人民币 他想要给哈佛这样的名校捐款 网友们能够理解 但他在给美国人送钱的同时 却没有给中国的高校捐款 这就让人无法接受了 而面对这样的质疑 陈启宗也有自己的理由 他有些委屈而无奈地解释出 在内地捐款很麻烦 等于自讨苦吃 这番解释反而让人更加无法接受了 再加上陈启宗之前说过 不喜欢中国人这个身份的言论 极大的激怒了中国网友 从2014年开始 不少人都自发地开始抵制恒隆集团 顺带着恒隆广场也受到了影响 集团的收益越来越差的同时 陈启宗个人的口碑声誉 在国内不断下降 他倒是有心重新在大陆发展 但中国人已经很难再相信 他和恒隆集团 某种程度上说 这就是看不起祖国的报应吧